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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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將問頂2014年度中國達人秀 中國達人秀威武器年度盛典之夜 現在開始 好 本節目由斯科達啟車高性能純正德系SUV YETI野地獨家掛名播出 由有自色更出色四面玉湯連聯合贊助 節目指定產品贊助商三星電子 為達人點亮夢想創造無限可能 暗調不精彩歡樂搞起來 999全系列家庭用藥 要您共上威武器達人秀 家庭用藥達人999支持每一位達人的夢想 本期精彩即將揭曉 廣告很短 千萬不要走開 歷史五個月 全球五十成夢想征集 兩萬五千人為了夢想而戰 是一場激烈角逐 只有七組進入最後的戰役 我迫不及待要看到你下次的演出了 給你們一個 黑道總決賽的YES 夢想 為自己夢想而努力的人 都是值得驕傲 勇氣 今天他拼了 我也拼了 運氣 想共識透過很多不同的失敗 才可以達到的 信心 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你是個大明星 你剛剛的表現 全部讓我感受到美和藝術的感覺 所以你前途四季 我愛死了 使出渾身解數 誰將被勝利女神眷顧 誰將摘得榮耀的桂冠 來到這個舞台以後 我會有更加強烈的欲望 我會進最大的舞台 贏中華 我覺得我挺看好的 這小伙子企圖性很強 我相信這次不是我一個人在唱歌 而是我們帶大家來一起 所以我一定要加油 萬宇豪的歌聲 像天籃一樣的聲音 我希望他今天晚上好好表現他 我們一定會把這個舞蹈 呈現得非常的完美 我覺得這次不錯 他們叫屌肢舞團 但他們跳得一點都不屌肢 他們確實有特別高的 我覺得是國際水準 但在今晚 我要用我最完美的演出 來面對我人生中最華麗的舞台 我們現在已經準備好了 我現在的心願就是 拿年度達人 流行高齡啦 我也很看好他 文教是不是 給大家很多的娛樂 我才是真正這個 達人秀舞台上的一匹黑馬 希望所有的選手都能夠加油 期待你們最精彩的演出 誰將問定年度達人 就在今晚 晚上好 謝謝你再次來到 斯科大野地中國達人秀 第五季 本節目由斯科大汽車高性能 純正德西SUV野地 野地獨家冠名播出 由有資色更出色思念與湯圓 聯合贊助呈現 感謝節目指定產品贊助商 三星電子的大力支持 三星電子為達人 點亮夢想 創造無限可能 本季年度達人 將獲得 越野越自己 斯科大野地汽車的一年使用權 登陸獨家視頻戰略 合作夥伴騰訊視頻 觀看更多節目內容花絮 手機下載微視 關注八秒達人秀 掃描屏幕下方的微信二維碼 支持你喜歡的選手 手機登陸新浪微博 發表中國達人秀 參與節目互動 關注騰訊娛樂 新浪娛樂 網易娛樂 掌聲在哪裡 鳳凰娛樂獲取節目最新動態 百度搜索中國達人秀 了解更多節目信息 今晚是我們第五季中國達人秀的巔峰之夜 誰會問頂年度達人呢 達人們已經準備好了 你準備好了嗎 現場的觀眾朋友們 讓我們一起按掉不敬臺 疲 wounded 你們就來14個年 全世界 從東倫 都有 天啊 therm 很多人 全世界 got it go go forward towards the hole of the sun go forward in this road 肩肩上的阻碍 River River 横跨眼前 River 命运的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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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满失恋 River 我设计迷茫 存定我坚强 别犹豫 现在立刻跨出的第一步 Believe Yourself Go Head Go Head Go Head Go Word Go Head 空空和流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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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在一个面前和流分的不远 梦想 倾过重新之间情愿 总有一天会让它实现 空空和流 You Can Do It Wil I Ever Know So Tonight I get up and go Near and far Yeah These feelings grow out of mind Who cares for tomorrow 接下來 為了 A different kind of love A different kind of love A different kind of love Cause I've been looking for you love I've been looking for ya I've been looking for ya I've been looking for ya Cause I've been looking for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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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up, get up, get down Feel the love right now Get up, get up, get down And feel the love right now Get up, get up, get down If you feel the love right now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A different kind of love Yeah A different kind of love But what it's to is But what it's to is Cause all I wanna do is fall A different kind of love A different kind of love All I wanna do is All I wanna do is Cause all I wanna do is fall A different kind of love 谢谢我们精彩的开场表演 令人兴奋的开场 但是景景还只是开始 今晚我们有七组达人 将要争夺年度达人称号 六强已经诞生了 那幸运的第七位 将在我们网上人气最高的 四位达人当中产生 谁会成为网络直径达人呢 请看大屏幕 请看大屏幕 还有个太阳 我天的名家出了一堆奇才啊 卢比就是相遇和呀 你舞跳舞跳得好性感呀 我觉得你们都已经是 非常厉害的达人 但是中国达人秀的舞台 只能选出一组了 非常抱歉 你们要先离开这个舞台 拍笑的女孩 也许永远都不会拍照 我真的不想试着到大家的认可 很精神地跟大家歌唱 我觉得辛苦换来的 应该是有回报的 美 你是最漂亮的 哈哈 要勇敢地坚持 因为这个舞台是属于你 好 接着到今晚八点 我们的网络人气投票通道 已经关闭了 我们的四组达人 虚度巴 尹肃利 沈冠雄 杨俊 哪一位达人 可以成为 幸运的 第七个达人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四组达人的人气 排名指数 首先揭晓的 虚度巴 恭喜虚度巴 六万四千两百九十六趴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尹肃利 七万零十七票 目前尹肃利 排名第一 接下来我们来揭晓 第三位的人气指数 沈冠雄 六万两千两百三十一票 很显然 在已经揭晓的三位当中 我们要掌声恭喜的是 尹肃利 虚度巴可以把话筒 交给尹肃利吗 谢谢 要知道 你身边的杨俊 如果得票超过 七万零十七票的话 你就不可能是今晚 幸运的第七位达人 你有什么要说的 我觉得给他个十六票吧 尾速 六也挺顺的 七万零十六票 会是这样吗 尹肃利可以晋级吗 如果尹肃利晋级的话 他将在这个舞台 和他的弟弟尹中华 同台对抗 这一幕会发生吗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杨俊的得票情况 请看大屏幕 也恭喜杨俊 六万九千九百七十九票 我们要掌声恭喜的是 尹肃利 请尹肃利到安全区区等待一下 弟弟也在等着你啊 同样我们要把掌声送给场上的 须杜八 沈冠雄和杨俊 谢谢他们三个月来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一会儿他们也会有 精彩的助性演出 要送给大家 再次掌声送给三组达人 恭喜 恭喜恭喜 达人秀是一个梦想的大派对 在这儿我们可以做一个互动 如果现场的朋友们 你们曾经有过梦想 或者现在依然在追求梦想的话 是不是可以用掌声告诉我们 告诉大家 三二一掌声 谢谢各位的掌声 你们可以保持这样的掌声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 赵薇和他的好朋友董杰 我们来看看我报道 接下来这两个名字 掌声会不会更热烈一些 还有刘烨和他的好朋友李健 当然在这样的时刻 也会有另一个朋友 来为我们做助威演出 苏友鹏 请欣赏我们的明星嘉宾 欢迎我们的梦想观察员 带给我们的精彩表演 谢谢大家 Forever 太atic as 옛날 Q&A 我们跳舞起来! 一些上 comment 小海安全的点 文点 漫长的告别是青春上演 我冬雅的手像滚塌的誓言 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 贪恋的岁月被无尽张花 脚踪的星星眼上云散 疯了 累了 痛了 人间戏剧 笑了 叫了 走了 青春离奇 良辰美景来河天 为谁辛苦为谁添 良辰美景来河天 为谁辛苦为谁添 良辰美景来河天 良辰美景来河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红了 累了 痛了 人间戏剧 笑了 吵了 走了 青春离奇 这是我的家乡 美丽的地方 送花江水 童年的海洋 不与我们成长 替我们受伤 送花江水 静静的流淌 什么时候在南塌 欢乐的歌唱 什么时候不辜负 母亲的善良 李健 这是我的家乡 美丽的地方 送花江水 童年的海洋 不与我们成长 替我们受伤 送花江水 静静的流淌 心里空盈的海洋 依然辽不宽阔 就像无尽的雄幻 还有它的善良 不要止过忽然大 telescopes 哟拉拉拉... 读意 pikky dual i can i ambled changes 送花江水 静静的流淌 哟拉拉拉... 读意 trees 送花江水 静静的流淌 好好哦 riesGcier det故障 是疑慌气的很惧 歌唱 谢谢 我的好心情 却有你决定 就从现在起 谁都不能动摇 问你到底要不要 和我一起变老 快让我知道 我的好心情 却有你决定 答案全部都揭晓 我们是这样 彼此需要 我的好心情 却有你决定 就从现在起 谁都不能动摇 问你 到底要不要 和我一起变老 快让我知道 我的好心情 却有你决定 让我的感情 再也没有问好 答案全部都揭晓 我们是这样 彼此需要 答案全部都揭晓 答案全部都揭晓 我们是这样 巴巴巴巴巴巴 彼此需要 啥 让我们的掌声 送给我们每一位 祝威演出的嘉宾 也送给 唱唱的苏又鹏 李健 以及我们身边 美丽的董杰 要知道 两位应该是很忙 今天是我们的直播 达人年度盛典 为什么会特意的来到现场 董杰 好的 首先我非常的高兴 作为赵薇的好朋友 来到达人秀的现场 那我想每个人 心中都有自己的梦想 很感谢达人秀 为我们大家提供 这样的一个舞台 所以今晚 我愿意为在这个舞台上 所有的达人选手们加油 谢谢你的祝福 李建 对我来讲 达人秀是很精彩的 但是光在电视机前看 可能还不过瘾 神灵其境会 感觉更不一样 另外对我来讲 今天晚上跟刘烨 合唱这个松花江 因为我俩都是在 松花江边长大的 只不过他在 松花江上游 我在松花江下游 一个管头一个管尾 对 说不定待会观众朋友们 在你的身边就会发现 坐着的是董洁和李建 也希望你们能够 为你们喜欢的达人 投上祝福和支持的一票 再次掌声感谢 李建 董洁 谢谢你们 谢谢 我们的达人年度胜典 马上就要开始了 目前我们已经有六强达人 以及一位网络直径达人 我们的六强达人的出场顺序 将由他们的网络人气排名来决定 现在我们就来为大家揭晓 六强达人的排名情况 首先揭晓的是排名第六的 这位达人 请显示 郑永苍 我们来揭晓的是排名第五的 这位达人 请显示 Best Crew 接下来我们来揭晓 排名第四的达人 请显示 刘欣 高龄 谁排名第三呢 请显示 尹中华 今晚谁会排名第一 究竟是刘教授 还是万语豪 广告之后为您揭晓 欢迎你回到四个大野地 中国达人秀 第五季的直播现场 本节目由四个大汽车 高性能纯正 得写 特地野体 野地 独家光明播出 由有资色 更出色思念玉堂源 联合赞助呈现 感谢节目指定产品赞助商 三星电子的大力支持 三星电子 为达人 点亮梦想 创造无限可能 本季年度达人将获得 越野越自己 四个大野地 汽车的一年使用权 刚才我们看到了 目前从排名第六 到排名第三的四位达人 究竟谁会排名第一呢 再为您回顾一下 排名第六的郑永苍 排名第五的Best Crew 排名第四的刘欣高龄 排名第三的映中华 究竟是刘教授 还是万宇豪 会在目前排名第一呢 请显示 排名第一的这位达人 恭喜万宇豪 刘教授排名第二 加上刚才我们的 网络直进选手 尹肃力 成为今晚冲击 年度达人称号的 第七位达人 我们的七位达人 将以怎样的对抗形式 冲击我们的年度达人称号呢 规则请看VCR 今晚的年度达人胜典 将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轮两两对决 六强人气榜中 排名第一个达人 将在首轮中暂时安全 其余的五位达人 将与复活达人一起 按照人气榜排名 第七对阵第二 第六对阵第三 第五对阵第四的顺序 依次进行两两对决 每轮对决后 由现场的150位媒体评审团投票 决定谁去谁留 得票较高的三位达人 将进入第二轮 失利者则将直接离开达人舞台 第二轮 全场选择 六强人气榜排名第一的达人 将在第二轮开始进行表演 表演结束后 将与首轮安全的三位达人一起 结束现场的八千位观众 和四位梦想观察员的选择 现场观众通过短信投票 在四人中选择一位进入第二轮 同时梦想观察员 将从剩余三位达人中 选出一位进入第二轮 本轮结束 总结由两位达人进入最终抉择 第三轮 媒体评审团最终抉择 现场的150位媒体评审团 将在两位达人中进行抉择 得票数高的达人 将获得刺客达野地中国达人秀 年度达人称号 不拉开 好戏登台 威武器达人秀达人年度胜典 让我们一起到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四 我坐的四位梦想观察员 谢谢他们一路的陪伴 同样我们也要热情掌声 欢迎今晚为我们选出年度达人的 来自全国各地的150家媒体评审 谢谢各位的支持 首先我们进行的是第一组 第七位达人和第二位达人的对抗 让我们有请引速力 第七位达人 ", 发表我们的支持人 我们终 포 订阅 第一位达人 有gram 阿联 按旗 am 优优独播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Zither Harp 看不出是你失落的魂魄 猜不透是你瞳孔的颜色 看着你抱着我 摸过四月色寂寞 就让你在别人怀里快乐 爱着你像心跳难触摸 画着你画不出你的骨骼 紧张你的脸色是我等你的执着 你是我一生唱不完的歌 爱着你像心跳难触摸 画着你画不出你的骨骼 青春绿的颜色是我等你的执着 也是我一生唱不完的歌 爱着你像心跳难触摸 画着你画不出你的骨骼 爱着你像心跳难触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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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们把掌声送给尹素利 尹素利和弟弟在会儿会同台对抗 是不是心情和别人不太一样 特别放松特别开心 是挺开心的 这家伙之前 因为我一点小失误 把我给劈下去了 这次我来报仇了 对自己满意吗 非常满意 谢谢 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梦想观察员 对你的表现是不是满意 因为即便他们见多识广 也从来没有在 这么大的舞台上 看到兄妹对抗 韦中哥 很棒啊 我觉得这个 已经把舞蹈的美感 跟特技融在一起 的确很精彩 然后已经四面楚歌了 霸王别姬还玩这么快乐 刚才设那一件的时候 是不是心里想着苏友鹏呢 我是想 结果就把那仇恨 报给那将军了 友鹏 非常欢迎你回到这个舞台 是是是 爱笑的女孩 对我其实一直特别喜欢你的表演 因为的柔术里面 总是有一种妖娆 非常的吸引人 我觉得你今天做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纠结 然后把那个 爱和恨之间的这个纠缠 都表达了淋漓尽致 我希望你这个爱笑的性格 还有你的杰出的实力 可以支持你走到最后 谢谢友鹏 谢谢 同样爱笑的赵薇 喜欢我们影苏力的表演吗 喜欢歌也特别好听 对 然后尹苏力虽然是一个 就是说是表演杂技的 但我觉得她的舞蹈啊 包括这种形体啊 她超越一般杂技演员的这种技巧 她有舞蹈演员的美感 很好 谢谢赵薇 刘烨怎么表情那么严肃 没有有个问题啊 就是尹苏力 就是能够再次站到达人秀的舞台 而且是达人盛典的舞台上 你觉得你的幸运多一点 还是实力多一点 我之前说过 我爱笑的女孩运气一定好 大家也看到了 然后我又回来了 之前呢 在大逃杀出了一点小失误 然后就被我弟 才被我弟给刷下 劈下去的 然后这次呢 其实我到上海 就是帮我弟 做那种幕后工作者吧 我看到他练功 我说的时候 也挺有点羡慕技术恨的吧 没想到我又复活了 非常开心 我又跟他同台PK了 我想把他劈下去 希望你的幸运能够一直保持下去 谢谢我们的梦想观察员 也谢谢尹苏力 到目前为止 我们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很精彩 但是接下来 要请大家忍受一段无聊的时间 因为华语乐坛最无聊的男歌手 就要登场了 刘教授 请看大屏幕 刘教授红了以后呢 被评为本频道的优秀员工 我们谁那么司机 他都是冲在第一线里 刘教授 刘教授 拿着文件 哎 哎 哎 小翔啊 你台帅了吗 谢谢 谢谢 一路走来啊 说实话很多人都会觉得 看不懂 为什么我能够进击 是因为我 一直都在用一个很诚恳的态度 在说真话 用一个很认真的态度去做 你们觉得很无聊的事情 今天现场的这场活动呢 就是我中国达联秀 回到武汉之后的第一场 粉丝见面会 刘教授 你活动 你知道吗 今天呢 是上海东方卫视 专门跑到武汉来 拍我们的这个情景 千万不要当上海人 觉得我们武汉的不够热情 好 来 你们想看电视 这一段不要播出去啊 在所有人的眼中吧 我也能够让你们看到 我才是真正这个 拔人秀舞台上的一批黑 我继续 也要替你们 为什么 我让你们看电视 这回看电视 我们不看电视 Yep 前者 大人 没有 我 是 我 你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就是一匹黑马 要你管 我不一样不要叫你管 我就是一匹黑马 这几个事情当然要是自己来决断 我就是黑马 小时候开始他们就叫你要有梦想 给你这样的有了梦想 又说了其实无关同样 哎呀 我说过为爸爸妈妈老是孝杂 他做个梦又不要钱你火壁发苗助长 他当了公务员 哎呀 城地好有教养 其实还不是天天想到哪天可以中过大奖 他拿着你样的色包 而且生活看起来真好 记得心里想着要是睡梦我也能打死脚 我就是黑马 要你管 我不一样不要叫你管 你管你管 你以为你是哪个算 要你管 我不一样不要叫你管 我就是一匹黑马 这几个事情当然要是自己来决断 我就是黑马 要你管 我不一样不要叫你管 我就是一匹黑马 这几个事情当然要是自己来决断 我就是一匹黑马 我就是一匹黑马 好激动啊 在前几次的节目播出之后呢 有好多的网友每天像打卡报道一样的 跑到了我的微博来问候我的全家 感谢你们的关心 他们都会对我说 刘教授啊 你到底凭什么能晋级呀 说实话我也想不通 我就发起了一个投票 你觉得刘教授 为什么可以晋级呢 A 因为天生有一把好嗓子 B 因为机智幽默 最后有百分之九十七的网友选择了 因为台长是我的亲爹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要在这个时候 说这一段话吗 因为我唱歌 真的需要休息 哎呀说了那么多久了 他说说我自己 有好多网友问我 你凭什么能晋级 刚开始我想可能是我唱过太阳气 我早出回放一看 哈那简直是奇迹 我不是一个过手 但有一说会写过的手 更重要是我有一张那会说话的口 美国人都有可能会是一匹黑色的马 当有人说成刀死你就破一刀的脚 我就是黑马 要你管 我不要不要让你管 你管你管你以为你是哪个算 要你管 我不一样不要让你管 自己的事情当然要是自己来决断 这位选手请问你的梦想是什么 哎呀天天追着我问呢 我倒真的要想一下我有什么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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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黑马 要你管 我不一样不叫小力管 你管你管 你以为你是哪个算 要你管 我不一样不叫小力管 自己的事情当然要是自己来决断 我就是黑马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刘教授 说实话 真的挺让人惊喜的 不过我担心你排场搞这么大 很多人会担心你真的有后台 台长不是你亲爹也会是你干爹的 对 台长真的不是我的亲爹 也不是干爹 也不是干爹 没有关系 我觉得不要说了 越说的话你这批黑马会越描越黑的 我很担心你这样炫富式的表演 我们的梦想观察员 会不会支持和认可 你们的感觉 赵薇评评点头 我觉得他特别好 他真的是一次比一次闪亮登场这样的 而且我觉得他特别有智慧 而且特别有这种群众的智慧 因为你看他选这手黑马 他很知道利用这种气场的力量 然后刚刚看那几个他一直跟随着跳舞的小女孩 他们有动作是朝着观众在磕头呢 这好多段 无形当中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了解人情世故 然后给他多大的台他就能够有多大的胆的那种选手 谢谢赵薇老师 我纠正一下哈 那个叫资金 磕头好像有点乖乖的 资金 他叫资金不叫磕头 叫资金不叫磕头 他叫资金不叫磕头 他叫资金不叫磕头是吧 对对对 哦 好的好的 刘教授 刘教授现在都可以去 只叫人家赵薇了 不得了了 没有 没有 私下叫我小微微 刘教授现在真的红了哈 是吧刘教授 还好有那么一点点 好 你转过来我看看你辫子有没有翘起来啊 哎呦 还在还在 真的你很棒耶 其实我差点去你的微博留言了 真的 你从第一场开始的时候真的是个痞子 到现在在台上 完全散发的明星的光芒 非常棒 你是处女座对吧 我是处女座 处女座就是优秀 是我往里面给自己拉票吗 刘焱 刘教授真的就像你刚才前面说的 就是最无聊的事情 哪怕最无聊的事情 但用最认真的态度去做 你的认真我们看到了 然后刚才在台上呢 你的这个 是你老婆是不是刚才那个 问你画的什么梦想的那个人 那是一个一个演员 那你的梦想 刚才你没回答 现在可以再说一下吗 我的我的梦想是什么吗 嗯 对 好怕回答这个问题啊 嗯 因为说实话 我是一个不是太爱做梦的人 我在来达人秀之前是这样啊 但是其实来了这边之后 我就发现啊 就是 你说连我这样 你都可以进全国六墙啊 我就在想 那还有什么梦是不敢做的呢 所以我的梦就会开始想 呃 越做越大 但是我其实是一个 喜欢 要谈做梦 喜欢脚踏实地来做梦的人 我觉得我们每次说梦想 好 不是讽刺谁哈 好多人就说 我要当中国的什么 麦可啊 或者我要 当全世界都晓得的那个 我觉得那个 太大了 比如说我近期的一个梦想 就是 希望 再一次来到上海之后 可以住一个好一点的酒店 但是 导演组没有让我实现 在 你今后人如果带少一点的话 导演组会让你住的比较好的 真的吗 住那种350块钱的一晚上呢 像差不了蛮多啊 比如说 我一直就觉得这个微博的粉丝 要是能够长一点就好了 当然跟这个四位老师比 比不了啊 我上一期节目播出之后呢 就是十分钟就长了这个 一万个粉丝 我是觉得还蛮惊奇的 这就是一个小梦想 我觉得人生不一定要喊口号 一个一个梦想 叫他实地的实现 再往大的梦想来靠近 这比较靠谱一点 刘教授 你看大家给你掌声 你讲得非常好 从海选到 到这个大逃杀 到冲丝夜 到现在 你一直戴着墨镜 我不能很好奇 为什么一直戴着 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先回答一下刘老师的问题啊 不要闹 不要闹 再比赛一载 好多的网友也是 都说猜测我是不是这个 就是对演 我就想纠正一下 我其实真的不是对演啊 刘老师问 认真地问这个事情是吧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我演出 我觉得可以不用化妆 或做发型 就是我觉得蛮方便 可以遮一遮嘛 就不用化妆了 然后因为我写歌总是会 写一些讽刺心理歌嘛 我总觉得躲在这个帽子 和眼睛之后 我会有一点安全感 就起码 别人想妈 或者想怎么 他也找不到我是哪个我 对不对 你当着这个帽子是安全帽 我觉得还蛮安全的 主要是这个原因 非常满意 谢谢大家 刚才我们的刘教授 有一句话很重要 如果他都能够进全国六强的话 那像尹苏利亚这样的 应该是年度达人了 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 掌声请出 我们的尹苏利和刘教授一起 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 谢谢大家 接下来是我们刘教授和尹苏利面对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150家媒体评审的抉择时间了 相信此刻尹苏利也会有很多话要讲 对我们的媒体评审 哇 我既然大家这么喜欢我 我都已经被复活了 我想应该也不会这么忍心一脚再把我踹出去吧 谢谢 一直说爱笑的女孩子运气不会太差 对 我们祝福你今晚和刘教授在一起有比刘教授更好的运气 我觉得应该有吧 你不要这样看着我 刘教授你有什么要说的 我觉得爱笑的女孩确实运气很好 但是其实评委老师也不一定不忍心把你踢出去 因为马年嘛我不想再次回头炒了 我已经走过一次了这边 你当心刘教授会发展你招募你做他的伴舞啊 真的 那他还是跟我玩柔術吧 不 我就拉一下票哈 其实 刚才我知道跟他PK以后 我就觉得假如我可以赢的话 就是几乎是一个奇迹 其实我来到这个达人秀之后 我不知道评委老师有没有看过啊 我每天觉得真是开了眼界 就是我的周围都是什么 就天上飞的呀 然后什么说话说到一半开始吐火的呀 或者把脚可以搬到脑袋上 我真是觉得这就是功力太强大了 我觉得如果我赢了我觉得是个奇迹 但是 真的再转念一想 中国达人秀应该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舞台 言下之意 有这么多达人选刘教授更是奇迹哈 我们的媒体评审究竟会选择谁 你们面对的选择按七号键 选择的是引速力按二号键 选择的是刘教授进入下一轮的冲刺 各位有六十秒钟的抉择时间 倒计时开始 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自己选择的话 也可以大声说出来 相信我们的媒体评审 也可以听到你们的声音 各位还有十秒 时间到 时间到 究竟我们的一百五十位媒体评审 会选择刘教授还是引速力呢 如果选择引速力的话 在台上真的还会再次上演 兄妹之争他和引中华 如果选刘教授的话 他当然高兴 但是今天晚上 会有更多的网友发你微博说 台长就是你亲爹 究竟答案会是谁呢 请显示 刘教授 刘教授获得的支持是68.25 恭喜刘教授和他的伙伴 如果有近镜头切到的话 就可以看到他所有的伙伴当中 只有一个女孩子哭了 那就是他太太 关系真的不一样 也再次把掌声送给 带给我们精彩表现 今天在台上 献上完美表演的引速力 谢谢你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 第二组对抗排名第六的达人 对抗排名第三的达人 首先出场的是来自台湾的小朋友 郑永苍 这是一个梦想的舞台 对于孩子来说 快乐的成长就是最大的梦想 郑永苍是快乐的 因为他每天都有玩的时间 而且还玩出了名堂 郑永苍 请看大屏幕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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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接触扯鈴之前 我常常因为胖而被人家看不起 还有同学骂我是死肥猪 我那时候还因为胖而感到自卑 但是没有关系 我相信只要认真做好一件事情 一定有办法成功变得更厉害 听了上次韦中爷爷的建议 为了这次的表演 我会做出更超越我自己形象的演出 很多扯鈴的同好都来帮我 全校的同学和老师也都给我加油 我们来为永苍同学加油打势好不好 好 来 永苍永苍 一二三 我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 完成之前都没有做过的高难度动作 我现在最害怕的是由于紧张 而表现得不好 如果做得不好 后果我无法想象 压力特别大 我还发了烧生了病 在上海掉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点滴 哎哟好痛哦 但在今晚我要用我最完美的演出 来面对我人生中最华丽的舞台 我要证明胖子能够飞 而且可以飞到最高点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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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尹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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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你们今天表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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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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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紧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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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 李宗盛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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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sub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